我拿着计算器 之前我确实挺强势 但是现在不是这样 那您平常生活中是个强势的人吧 我非常强势 但是我不和女人强势 就是说在问题上互相商量 咱们不在语言上强势 不知道大伙发现没有 落到这个话题的时候 俩人这坐姿可以说是一样一样的 虽然男嘉宾嘴上说自己不强势 但小红娘有点担心 俩人都是做生意的都很有主意 今后走到一块 做的能有现在说的这么好吗 小红娘决定出个小难题 如果结婚后 俩人想一块做点生意 在投资方向上出现了分歧 他俩会咋沟通呢 看小路考察市场 以现实为基准 谁说也没有 反复推敲 当然你反复是推敲 推敲的结果也是势均力敌 分不出来高 你是在经营方面 有的呢能把营利事业做大了 有的能把营利事业做亏了 讲上道理了 在瑞莱姐看看 李志伯这俩人 其实我觉得两个人 真相说的都很强势 这个强势在哪呢 就像大哥说的 都想掌握这个计算器 但是呢我觉得 如果要说真的小本买卖 你们可以共同的 但是如果到公司的层面上 一定要分工明确 你负责哪 他负责哪 不要有交差 而且我还在想说 我们阿姨是一个特别有主意的人 我觉得她是一个能挺分担丈夫的一些困惑 分担她的一些苦恼的一个人 所以我觉得 整不好啊 叔叔你这么多年没遇到对的人 没准等的就是阿姨这样性格的人 我告诉你 您俩在一起 阿姨没准就能制服你 能不能 等你等了那么久 就来了 我就总觉得您要唱歌似的呢 哎 轩轩 你知道不 就是你说这个我特别有感觉 为什么 就是刚才看那个片子的时候 大哥从那个楼边上往前走 我忽然间脑子里就有一首歌 你知道不 等你等了 我站在里 里 风中 就是特别有这种霸王气息 总是不服啊 所以说很多女人会跟你在一起 很有安全感 那是可能 但是我从来不恨女人 斤斤计较 那就行 一切事都不是事 您说这话我就放心了 生活当中有